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衍生出了留学移民这个项目 留学不是目的 目的是为了获得公签 拿公签也不是目的 目的是为了积累工作经验 本地的工作经验 定最后可以移民 第二条路径是通过LMA 就是雇主申请LMA 把LMA给到申请人去申请工作签证 什么是LMA可以参照我们之前都的视频签 然后申请人拿到LMA之后 办理公签 拿到公签之后 在本地会积累工作经验 第三条路径就是配偶公签 假如说一个学生在加拿大读书 又或者是一个持工签的生存在加拿大工作 他的配偶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 获得开放式工签 凭借这个开放式工签 就可以积累本地的工作经验 所以为什么很多大龄的 或者非应届毕业生 他们来加拿大读书 配偶可以合法工作的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这三条路径哪条路径都是可以的 它只要是拿到了合法的工作签证 就可以积累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并且最终获得移民身份 这是一个曲线救活 但是也是一个性价比 稍微比较高一些的移民项目 那么今天关于加拿大 境内积累工作经验的类别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欢迎关注加拿大移民法务平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